啊 好热啊 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气温 好热 热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商店街呢 就是前男友信己两次大哭 两次伤心大哭走过的那个商店街 出南口很近 出站就是这个商店街了 同时这个商店街也是住在女主楼上的那个老奶奶 过来要面包边的那个面包店的所在地 那有看这个商店街的介绍 它其实是叫 它秘密的来源呢 是因为在这个商店街所在地的昭岛是发现了金鱼的化石 居然有活着的电话亭 基本上都是关起来的 当时就是这个电视剧来拍的时候 他们应该也有事想把这个商店街在搞活的这种心 但是现在是电视剧播完后四年后吧 感觉效果不大 发现一只河童 嗨 这是一个饮水机 我们今天巡礼的主要区域呢 就是在立川市的周边 立川市呢 就是指的新生活主要的一个舞台的发生地 本来有一个租古纸 那都什么 说一下立川市其实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在行政区画上来说呢 它是属于东京都 其实我们平常指的城市概念上的东京 其实是指它东京都内的23区 比较繁华的市中心的区域 从行政规划的概念上来说呢 东京都不仅包括23个区 还有26个市 还有什么伊豆 珠岛 小丽园 珠岛 各种岛 女主虽然是从23区逃离到了这个立川市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是没有逃离东京的 这么热的天 后面还是有好青春的元素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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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地方以后会变成一个这个是在立川市生活的人可以休闲娱乐的场所 然后现在还建起来了 就真的变成了一个综合型的商业设施 已经看不到当时的影子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立川北口的珠岛 其实是把那个传媒类署的认识 是建计寺的卖周边的 嗯 这个就是黑木华来了很多次的Hallowark 在日本的Hallowark就相当于像职介所一样的 说有一天如果我辞职了的话 也可以来这里找工作 但是我没有住在立川市 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来立川市的Hallowark找工作 先搬过来 是的 我要先逃离东京23区 然后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多摩川绿地 它其实这里是一个立川市的市民运动场 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就是棒球场 我觉得他们如果这个夹子原来比它都是在夏天的话 真的是很要命 这个场景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女主和贡上来这里BBQ野餐的地方 真的是很佩服贡这个男人 在这种天气还能想到吃烧烤 来的过程真的很热很艰辛 但是在这个树荣下如果有风吹过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丝丝凉爽的 现在已经不想走 对 现在已经走不了了 去不了下一个地方了 挺好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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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挞时间掉了aj不敢用 很強烈 值leader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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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他们当时住的那个破旧公寓的一个原址吧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据说是被拆除了 对面这个公寓呢 应该就是他交到的新朋友笼子搬过来的那个公寓 看到这个公交车站的旁边居然有两把奇怪的看起来非常像自家搬来的椅子 这个驾校的广告好有意思 我们从大总地经大学站那边想回到立川站的时候 就心里就笃定了立川站肯定是终点站 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是 所以我们就这样非常平静的坐过了 然后又绕了一圈 等于说花了双倍的时间 才回到立川站 现在已经8点37分 好的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找一点吃的了 今天的巡礼呢 因为我觉得天气比较热 所以没有安排太多的地方 但是没有想到是真的很热 真的很热 无比艰辛 如果今天的视频看的有一点点点开心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评论点赞和关注 我是吴苏苏 拜拜